你也知道我的脾气嘛 我 我方才装作失忆 就是为了要让他们掉以轻心 好为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 都说相爱的人心灵相通 君王和我们家姑娘 真是不谋而合 你们干嘛去了 姑娘把要找线索的消息 散布给了工会的人 这会儿 大家应该都已经忙活起来了 夫人思维敏捷 考虑周旋 可是是不是应该提醒大家一下 万事小心 免得让人起疑 放心吧 宫中鱼龙混杂 为了避免走漏风声 我只跟工会里的人说 我跟君王啊 来自民间 虽有史据可查 但我们还想多知道些 宫中的奇闻异事 为了避免日后小孩问起 应孤陋广闻 回娘的羞愧 听闻民间常言 女子与人两情相悦 和怀子的过程中 罪是貌美红润 今日一看 当真如此 至于说什么 女子产子前后 罪易反应迟缓 体罚健忘 我家夫人 倒是个异类 照顾好你家主子 多喂些糖药 免得又说胡了 都说女子对自己亲目的人 温柔恭顺 怎么 开剧玩笑都不行了 都说男子在外是谦谦君子 到家放彩录出登图子的本性 果然不假 那个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啊 又想溜啊 就这么想走 你有什么想单独跟我说说的吗 他们说 那天你在洞口骂我骂了很久 那个 我那次不是故意的 我是有点害怕了 我怕你真的死了 你也知道我的脾气吗 我 我知道 你担心我 你爱我 你疯了 你疯了 别人看见怎么办 你是我遇刺的夫人 谁敢有异议 反正之前没有八胎打轿 不算数 你要是拿出点成衣的话 我还可以再考虑考虑 好好好 我答应你 你也得答应我 这一辈子 我 下辈子 下下辈子 你要一直和我在一起 给我生好多好多的宝宝 生满一院子 你当我是母鸡下蛋啊 不出一我小鸡来 喂 收到鸡 我又饿了